摩斯漢堡是全台率先推出機器人送漢堡到左邊 更是台灣第一個APP點餐的連鎖速食品牌 近年餐飲科技風潮興起 在他們母公司東元的支持下 他們做了什麼嘗試呢? 今天就讓每日商業帶你一探究竟吧 交點觀點Plus Daily Commercial 每日商業 10分鐘交流一個商業觀點 我是Andy 我們今天的報導來源是刊登在2020年3月20號 由陳以華所撰寫 並且刊登在數位時代的 由東元集團做靠山 摩斯漢堡搶先業界布局餐飲科技 如何把痛點變轉機 摩斯漢堡已自創的米漢堡系列餐點 即講究現點現做 維持餐飲品質成為素食界的最大特色 並藉此與市面上其他素食店做出虛格 但現點建作的堅持也讓摩斯漢堡的消費者 必須花更多時間等待出餐 作為一家素食連鎖店 等待時常可說是最大的痛點 不過這也成為摩斯漢堡數位轉型的契機 讓他成為台灣最早推出行動訂餐APP的素食業者 摩斯轉型數位的布局在科技、領售、硬體上 也有許多大膽的嘗試 像是自動點餐、送餐機器人這些設備 摩斯漢堡都領先業界開始使用在門市中 而這些硬體設備的開發 都來自於母公司東元集團的技術支援 摩斯漢堡堅持現點建作的特色 相對帶來的困擾就是消費者要等待的時間比較長 而這也是摩斯漢堡在2012年推出Most Order APP的原因 又由於預約外帶點餐這個功能廣受好評 Most Order也陸續導入了外送、內用座位、點餐等等的功能 目前也已經累積了向近90萬的會員 未來將更透過APP來整合行動支付的功能 另外雖然摩斯在2016年導入了店內自動點餐機 但其實使用的人數一直都不多 與自動點餐機的使用頻率相比 使用APP點餐的消費者更多 因此目前已經有49間門市開始使用桌邊掃碼點餐的功能 未來這個功能也將持續推廣到更多的門市 摩斯也相信桌邊點餐將會成為市場的新興主力 那在理解摩斯為何如此積極擁抱科技應用之前 必須先提一下它所隸屬的東元集團 東元集團是台灣74年老牌企業 最廣為人知的就是馬達、家電這些產品 再看之下與連鎖餐飲八竿子打不走邊 不過近年來作為摩斯漢堡的母公司 在家電、自動化設備製造上的優勢 成為摩斯漢堡在轉型科技、餐飲時最大的靠散 對於一般消費者來說 東元的智慧家電已經廣為人知 但其實東元旗下也推出了許多商用的智慧設備 像是商用冰箱、空調等等 那在這時候摩斯漢堡就成為東元集團新設備的實驗場域 讓母公司東元能夠更了解第一線的餐飲業者需求 同時摩斯漢堡的需求也能夠立即被滿足 而且把商用的冰箱轉換成變平機型只是最簡單的一步 下一步就是要把店內的設備都連上網 這樣就可以即時監控冰箱的狀況 並且在冰箱故障的時候搶先保養跟維修 除了IoT設備監控之外 我是在2016年開始導入自動點餐機 在2019年也開始嘗試利用機器人來送餐 這些科技設備背後的技術 也都來自於母公司東元集團 而摩斯的大力科技化 東元集團的會轉黃茂雄絕對是最大的推手 在他的一身令下集團內的科技開發專案 往往會幾個月就可以完成 而最大的關鍵莫過於機器人研發 完全是操自集團內關係企業之手 才能讓摩斯更無後顧之憂的向科技前進 由於動員集團掌控機器人自動點餐機的製造技術 也讓摩斯漢堡在導入這些設備的過程中 少了一些成本上的考量 可以大膽的嘗試 持續在科技餐飲布局上掌握先機 另一方面儘管摩斯App經營將近8年 包含App跟摩斯卡目前累積了大約90萬的會員 以280間左右的分店規模來說 已經算是不錯的成績了 而來自摩斯卡的業績的佔比也不低 大約在整體的20%到30%之間 但是在行動支付的佈局上 顯然比其他速食業者慢了許多 目前現金支付依然佔了60%到70%的高比例 在未來展望的部分 摩斯漢堡總經理高順興表示 一定要把行動支付整合到App裡面 要讓App更完善 不過這樣的策略是不是能夠帶來成效呢 也還要持續觀察 但可以想見在會長黃暴雄的大力支持之下 摩斯在台灣的速食連鎖點中 絕對是擁抱科技力最前面的一群 好的今天每日商業就到這邊 今天我們了解到了 原來摩斯能夠超前其他速食業者佈局餐品科技 原來是來自於東元集團的大力支持 而這樣的支持也讓東元集團優先取得消費者的 第一手數據資料 可謂相輔相成讓彼此更好 那在這裡想問問大家 你吃摩斯的時候曾經注意過摩斯的點餐機嗎 是不是用過他們的點餐機呢 你覺得直接跟櫃檯點餐相比哪個比較方便 在底下留言跟我們講吧 最後想邀請每一位對新創商業科技有興趣的朋友們 歡迎點擊資訊欄的連結 加入焦點觀點Plus社團 讓我們一起討論世界的商業生態 焦點觀點Plus Dandy Commercial 每日商業 10分鐘交流一個商業觀點 我們下次見 掰掰 完成了 看到 師onden